细效主义在政治领域方面 它会形成的所谓的精英政治 这些人获得了政府的资源 然后社会有好的位置 都要让这些精英来做 所以大家有所谓的同学等等 大家互相纳拢 互相的虔诚 堪行 互相的都找这些人来做 可是这里头发生了什么问题 在美国就成就了华尔街的精英 华尔街的二郎 台湾则就是大而不能倒的财团 利益的受到国家保护 还有包括收买媒体 包装成是精英 让这台精英多认为 从政者也应该要高等问题 透过这些精英 朱经医教授他也讲 他会澄清皆大 夺起地位 手段不干净 甚至肮脏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其实精英政治 其实本身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但是因为你的动机 你是为了拿到文凭 拿到精英政治 然后拿到这个东西 就会产生澳暴暗黑都一样来 这样就会产生所谓的 新形态的人祸政治型 以前是野蛮族 然后他总是用赤裸裸的吃人肉 现在到写了精英政治以后 他就会刀叉吃人肉 吃人肉的时候还会在上面撒胡椒粉 把人肉做得漂亮一点 所以人祸来自于 现在当今的所谓的精英政策 还搞绩效主义 所以他们领绩效奖金 所谓的税务奖励金等等 这只有精英才可以 所以精英可以吃香喝辣 所以228事件 其实大家都把认为是 所谓的精队的问题 其实他背后有思考的 查烟酒的 查试烟吃酒的 其实不是精人 是公脉籍的人 那公脉籍的人 以前是跟财政部搞在一起 所以这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可以动枪杆子 来杀害普通人民 后面才有所谓的 陈宜的精队进来 所以真正228呢 其实是在精英政治 所谓的公脉籍 查烟 试烟吃酒的 这些人的绩效主义 梅丽岛事件 其实当时的秦志人员 还有所谓的秦总 都是精英政治 那台湾的立法院 其实也是精英政治在里头 就是并没有真正方能力解决问题 而且符合的精英政治 服从的精英政治 所以大家只要找到研头 这个人就是这个 祭草顶 那他有祭草顶 第一代 祭草顶第二代 对不对 祭草顶第三代 那台湾 其实这祭草顶这些人 就是在财经棒 财税棒 司法棒 就是这些人 三头吸血鬼 念法律不是为了你自己 能够升官 花大权 而是念法律要解决 真正人民的冲突的时候 能有个客观解决的问题 能够维护人民的潜力 即使他很穷 很弱 但是他有试灰 他就应该守着保护 基本人祸 他就霸凌 洗脑 贪毒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独裁法西施 大家认为民主就没有人祸吗 他们叫便贫能祸 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然后你要假的立法院 他给你假的立法院 假的行政院他给你假的行政院 假的司法院给你假的司法院 假的媒体他给你假的 然后一切就用欺骗 骗你 我会爱你 我会照顾你 我会给你最好的 我永远以你为第一 那写完嫌疾以后 他就把你当作人祸 他用刀叉就把你吃了 解决以后到现在 大家觉得台湾是不是有真的民族呢 人民有没有受到好的利益呢 人民怎么样呢 然后他们做了一些坏事 竟然用人民的钱呢 像228还有白色恐怖 那个补偿都是用人民的钱 然后操政操收 那钱到哪里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然后人民现在练小学 练高中 练大学 就要负好多好多的钱 对不对 还要去补习班 然后这个钱交不完 我们的人民只要行政执行所 就被行政执行所限制出海出境 然后他可以长期的限制你 然后有位中先生呢 卫物机关说他已经超过五年了 所以他解除他的限制出境 结果行政执行所说 限制出境没成间 你没有交 你就整个把你限制出境 但是他那个税是有问题的 然后人家活税都解除了 研头都解除了 行政执行所还不解除 所以叫行政法上的限制租金 就是你没有华裔保护的观念 你知道被害的被限制租金 他侵害到什么 侵害到他的生存钱 侵害他的健康 侵害他的自由 也侵害他的财产 很严重耶 那你能不能不计理由呢 就把人家限制呢 你如果说我是检察官 我怕你跑 我就可以八个月了 不要告知理由 就限制你出境 你这个观念是错的 那为什么到2021年 你还是有这种错的观念 那这当然跟我们国家考试有关系 跟我们这糊涂的法律教学也有关系 当然跟我们的在里头在混的 司法界的观念也有关系 台湾有他的生态 第一个就是 仍头勤棍 大部分台湾出来是优秀 但是优秀的有一些优秀 是优秀在人权观念的优秀 也有一些人是优秀在 整别人的优秀 台湾人民根本不是雕名 台湾应该是有雕官 台湾人民不是人渣 台湾只有官演是官渣 所以台湾要找的是人祸的源头 就找的不是人祸的源头 是被害人 是小老百姓 所谓令为是法处分就是骗局 人民胜处 但是没有拿到胜处的利益 法院败处没有得到败处的不利益 所以这些败处的观念 哈哈我坚持不认错 我继续做 你又能怎样 人民呢 虽然赢了 但是赢假的 所以你在骗老百姓 对不对 然后你整人民呢 用骗处心患不断的一直在骗啊 加害者的弱点呢 他是弥足技能 所以他经不起这些鹅啊 站在街头挤牌打贪 还霸凌 所以他们最忍受不了的 就是街头挤牌 所以改革 志工村里长警察 签名消灭三头吸血鬼 这个癌细胞 所以我们要打贪 还国家霸裂 只要人民站起来 站一天 人民的力量就强一天 台湾 为什么司法改革出问题呢 台湾的大总管 总统委托二总管 司法院长喜忠立 改革部立 密导长 秘书长 所以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司法改革 这都全部总统家天下嘛 那人民是头家 头家什么头 头大 我们要不要对总统就责 总统说 司法跟我无关 司法独立了 你不是避开吗 对不对 所以整个有司法院 台湾还有真正的司法吗 有司法院 这个司法院只有一个大人啊 那其他的法官 就变成小人物啊 那他都没办法做主啊 没有办法一级法律独立审判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 去告司法院长 然后到法院里头 哪个人敢办这件案件呢 就责很重要啊 对不对 只要我们一就责 司法改革不行 司法院长你要负责 然后总统你要负责 所以如果你都不改 这些人继续在里头骗你 继续欺骗你 继续挖你你 不平反 本身就是破坏 政府如果不愿意平反 其实是在破坏的你 无知的人讲说 我们要忍一忍啊 都不要站出来啊 我也支持你啊 你笑一看到这个人 你就说 这个人才是我分担 tool 感谢观看